在太阳族古老的传说中 从前天上有两个太阳 现在太热了 这两个太阳有时轮流 有时一起出现 每分每秒都在照着大地 人们虽然躲在太阳照不到的山阴处 可是心灵上再也无法忍耐 河水干了植物也无量 更无边来越少 再这样下去的海南深口 必须想想办法 让我用剑 把那两个可恶的太阳 射下来吧 不行啊 没有了太阳 世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 那就射比较大的那个吧 对对对 好就这么决定吧 好我出发了 我去看我的太阳 你去看我的太阳 没 Pé 老是帮 Britain 是 快 爬过几百个山峰 但两个太阳依然高挂在天边 我已经老了 就算走到也无力射箭了 我应该用剩下的岁月回到部落才是 又走了几十年才回到族里 这时射手已是一个白发老人了 不过岁月也磨练出勇士的智慧 你回来了 天上的太阳依旧是两个呀 实在太远了我无法走到 除非从婴儿时就开始走 不能这样就放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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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婴儿啊 对啊 对啊 于是 部落里又选出了三个年轻的射手 不许这样 他们每人后面都背着一个小婴儿 加油啊 加油 希望能不能稳住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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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这日对你一行人 一边走路一边沿途洒下小米种子 作为唯独的指标 好 你很爱你听啊 听啊 你不要害啊 射手努力把自己的剑法传授给三个小伙子 射得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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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手努力 走了又走 走了又走 漫长的旅程 好似没有见 射得不错 射手努力 已经成了老人 三个小孩也渐渐长大 锻炼成优秀的少年神仙 好优秀 对 岁月不饶人 老人相继死者 少年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们一定要射下太阳 好 不知多少年的长发射 经过了不知多少年的长发射 终于 就在那里了 已经很近了 终于到了 看 看杨德里看得那么清楚 诶 让我来 走 爸 不行啊 危险 快躲啊 快快 走 再给你骑射 对 一定要提出我们三个人的命令 他们过来通过 能不能追我们的情况啊 你让我们都不死 让我们去 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队长 到我们的力量 我们都不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都不得了 我们的力量 为我们的力量 要是我们的力量 人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 ach Galat 上 死亡的太阳逐渐了 呈现出一副骷髅头的可怕模样 惨白的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 而满天的星斗则是四散的太阳之邪 从此之后也有了昼夜之分 大地万物才又从空干中活动起来 变得多彩多福 我的勇士成功了 摄月勇士跟着小米找到回家的路 走了几十年终于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部落 这就是太阳族的传说故事 摄月浴 摄月浴 摄月跟着小米 摄月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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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摄月浴